现代陈列理念进入中国 许乃香也感受着新的气息 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厅 仍然保持着十几年前所设计的场景 就我说的 就像人家在那办公一样 放那些东西 随手就可以拿到的眼镜 笔墨 水眼袋 因为在这儿晚上等待 皇帝召见什么的 有的时候一个晚上也不见得 找你有事 但是一个晚上也许要起来很多次 所以他们在这儿要吸烟 要在这儿休息 用文物在线当时的状况 是博物馆陈列中最常见的方式 除此之外 许乃香说 其实在很多不起眼的设施上 都有着诸多玄机 比如贴在军机处展厅门口的那几张照片 要把军机处 它的整个的形成发展的内涵 用形象的方式传达给观众 一定要形象的 拿什么形象呢 那会儿没照片 没有录像是吧 那怎么办呢 他就把我们现在他里边的原状的图片和那个时代的他的画像 把它的合成在一起 这就是军机处啊 是他设立的 他在这个地方随时召见军机大臣 这个就完全把这个就联系起来了 这个旁边这张照片呢 就是这个这边的那个军机处的原状 所以就把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他经常处理政务的这个 养型电西暖阁和军机处 就就把它凝结在联合在这个地方就作为一个序幕 这样进来以后 稍微有人讲解一下 那就是就把这个军机处是雍正建立的 在他的旁边 这就是那个原状 你看完了就可以去看原状 这个这个展览虽然很小吧 就是要把这些内涵都要表现出来 军机处是在1729年由雍正皇帝设立的 虽然它只是雍正的寝宫养心殿外的几间平房 但是却有着重要的作用 每天这里都有军机大臣值班 以便于雍正随时召唤 大大的提高了朝廷的应变性和时效性 徐乃香选用这三张照片的目的 就是为了揭示军机处的这个由来和作用 但是他花在这三张照片上的心思 却不止于此 我们借用了它那个透视 和我们这房间里的透视 实际上是有联系的 让你感觉一下进城大了 要不然这么窄的房子 从这头到那头 窄线上没有变化 你有了这一块伸进去 利用这一块布放展柜 一下子这种开阔的感觉 那边好像还有房间 这边好像还有房间 这个里边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 就是一定要用不反光的材料来做这个底秤 这样的话没有光线的干扰 就观众看的时候 这个都是虚光的 背部不反光 底下不反光 而且它摩擦系数比较大 你就是放一些文物在上面 这边有人碰这个柜子的时候 它不会出现滑动 不会出现问题 还有看似普通的书名牌 这个色彩的选择 也基本上用我们清代的一些图书文献的表现形式 就是那种线装书的表现形式 这个都是故意的按那个颜色 就是不同的内容 这几块颜色都是咱们这个清代文献 档案那上面使用的色彩 所以在这个里边 其实有的时候观众可能一下子 他没有完全能够看出这个来 但是像这样一些形式 它在这个展览里边 它是非常协调的 就连最普通的灯光也潜藏着玄机 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管这种照明方法 叫普遍照明 就是底下的各个部分都照顾到 光线都照顾到 当时我嫌它们的光太亮了 因为展这些东西不应该那么亮 但是时间一长以后 它随着灯管的一些老画 或者是上面有一些尘土 现在光线还感觉比较合适 让它倍感欣慰 特别是像数字化 虚拟化的一些东西出现之后 还有一些仿真技术出现之后 你比如现在做那个硅胶像 开始是蜡像 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 虚拟的技术 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个大型的一些 你比如所谓半景化 全景化 大型的一些观众能够参与 能够互动的一些 这些手段都出现了 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退休后 薰奶香仍然以搭在设计理念 和表现手段上的前瞻 和睿智活跃在中国展览行业 他走过的路 映衬出中国展览行业发展的历程 徐奶香认为 正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 给了他施展才艺的天地 在故宫 他完成了自身华丽的蜕变 也与故宫结下了 挥之不去的情缘 说明天下期见